大家好,我是MaiU 在这个影片中 我会讲到投资股票新手该了解什么 那简单讲一下美股和台股的比较 股票是怎么赚钱 然后投资公司要怎么选 那本金不多又没有任何投资经验的我 是使用美股来进行投资 我分析了美股和台股它们各有的优缺点 但美股有三大点是比较吸引我的 第一就是本金不需要太多 然后股票交易不用手续费 然后顶尖知名企业 那先来说为什么本金不需要太多 同样买一张股票的钱 美股大多比台股来得便宜 因为美股交易是以股为单位 买卖时不限股数 一股也可以交易 对小额投资人很有利 而台股的交易是一张为单位 每张一千股 听到这些我脑袋的画面大概是 所以可以简单举例来说 在美股买可口可乐的股票 大约是五十美元 也就是一千五百台币 就可以买到一张股票 而台股买一张比较知名的股票 可能就要好几万元 所以我一开始投了三万左右 进入美股市场 也能买几张股票 但当然本金越多 能赚相对比较多 但股票交易不用手续费这点 我觉得很方便 我是使用美国证券行第一证券 会前到证券行时会收取一笔费用的 但他每次进行股票的买啊卖 都不用任何手续费 所以即使赚不多就卖出 成本也不会增加 那第三 顶尖知名企业较多 就是能够在美国挂牌上市的企业 几乎都是世界一流企业 例如Google、苹果等等 对于我们投资新手来讲 在美国我们认识的知名公司较多 也可以比较容易去了解 他未来的发展是否很有潜力的 甚至在美股市长 也有台积电、阿里巴巴等大企业 都可以在美股交易 那顺带一提 像2020年11月34号的台积电价格来说 美股上市的台积电 一股就要3000元 只要3000元台币 大概就是100美元 就可以买到 但是在台股呢 买一张台积电就要49万台币 那时候当时一股是494元 但我说台股就是一次买就是要买1000股 虽然现在有零股 那决定完我们要投资台股或美股后 我们还需要了解股票是怎么赚钱的 要长线持有赚股息还是短线投资赚价差 那赚钱也就是一句话 买低卖高 那如果投赚美股开盘时算是晚上 也不用一直盯盘可以限价 限价就是自己设一个价格 然后到你要的价格就会自动买卖了 所以可以尝试找税 那我们又要怎么选择投资的公司呢 我们没有任何的投资经验 那的人可以尝试看看各公司所发的财报 筹码数据可以提高我们投资的效益 甚至可以参考YouTube啊网站等等 这些财经专家观点或是分享时事 我真的觉得知道很重要 就是知道一些时事 然后第三点就是搜寻美股相关的新闻 但这些消息通常会比较慢 市场大多会先反应 所以但是如果上说都听不懂也没关系 最重要的是选择一些 有未来成长潜力的大公司 例如苹果特斯拉等等 这些比较有能力 未来也会持续上涨公司 且这种大公司不会因为突然那种炒作啊 或什么新闻大涨之后又暴跌 然后就没办法去上涨 总而言之一句话 重值不重量 只要对公司品牌认识越多 对持有这个股票有信心 但长期持有这个股票 就其实是可以获取更大的报酬 等于就是说把它当信仰 跌的时候啊也会不怕 也不急着卖 因为它未来一定会上涨 但太早卖反而会想拍断大腿后悔不已 那但开始投资之前 一定要确定拿去投资的钱是这一两年中 不会急需使用的闲钱 不要是你下下个月的房租啊 或饭钱等 那什么时候都能进行投资 时间是投资成功的一个非常重要因素 对于那些有未来成长潜力的股票 现在买都是低点 时间应该会这么一切 那最后祝大家投资顺利 赚个几个亿回来 那以上纯属个人新手经验和想法 如果有任何问题 欢迎在下面讨论和指教 也欢迎留言说说你是选台股还是美股的 那之后应该还会做一个详细的美股和台股的比较 然后股票要怎么赚钱 如果人都还没法做的话 就会放在下面的描述栏 那谢谢大家的观看 喜欢的话就按赞订阅吧 也可以看个广告 感谢观看